第四十题,由右图加热时间与温度的关系图,判断此物质的熔点与沸点分别为几度,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开始融化,所以对过去呢是所谓的熔点,那么熔点就是30度C,这地方呢是开始沸腾,所以呢对过去的温度就是所谓的沸点,它的沸点呢就是50度C,所以我们知道这物质的熔点是30度C,而沸点是50度C, 所以第四十题,为我们判断此物质的熔点与沸点各分别为几度,我们答案选的是C,30,50